超级美食家的听众朋友 前一阵子呢 你们有在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上 看到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呢 就是最会做意大利料理的台湾厨师 王嘉平 我跑去了 跑去录王嘉平跟徐仲 他们的podcast 那天呢 在录音之前的王嘉平呢 示范了在我们超级美食家 跟大家介绍的 没有白酒的蛤蜊面 这个影片非常受欢迎 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说长知识了 学会了 而且其实这是一道脏脏的 应该 对啊 他应该是一个贝壳面嘛 对不对 我们今天现场就是王嘉平 王嘉平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瑞瑶好 对啊 因为王嘉平呢 我记得在几个月前吧 在我们节目里面有介绍 就是蛤蜊面其实是没有加白酒的 对不对 然后要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还有番茄很重要 嗯 意大利人对番茄的看法 有他自己的看法 而且每个区都每个区使用的 的那个强度 而且那天王嘉平在处理番茄的时候 如果是我阿嬷 我妈妈就要骂人了 你在搞事啊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居然把番茄 放进了水里面 也没有去地 我那天其实看不懂他在干嘛 然后呢 手就在里面乱捏乱捏 然后呢 我就问嘉平在干嘛 嘉平说 籽不要啊 把他灭爆 把他灭爆 就等于是有一种爆菊 爆菊权 大家知道爆菊权吗 喷出来所以放在水里面压 他就是在水里面就是压爆这些番茄 那所以我自己很吃惊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使用番茄 他的籽啊 他的汁啊 我们都很珍贵 对不对 我们唯一不用的是地头 可是我那天看到你 你只要番茄裹肉 对 就是他那个厚实的肉 而且这番茄是选很甜的 他跟酸度没有关系 就像现在开始我认为现在真正每年好吃的小番茄的季节是这个时候 现在开始 对 夏天其实都很差 夏天 我们其实光讲一个概念 你就会很压抑 意大利人看番茄是看成蔬菜 绝对不是看成水果 对对对 他觉得饭后在吃的小番茄是很诡异的事情 我记得是以前我开冰淇淀的时候 我跟我师傅说我做了一个番茄口味的sopeto冰沙 他说恶心死了 我用听的就说恶心死了 真的啊 就其实像我们会拿豆子做刹冰的料 他们豆子拿来煮咸的 他也觉得豆子吃甜的蛮恶心的 有啊法国人只要看到我们做红豆汤啊 看我们做花针汤绿豆汤都逃走啊 不吃啊 是吗 因为他们不吃甜的豆子 我们在对待 我们栗子吃甜的吗 栗子 我们栗子 我们吃糖炒栗子啦 哦就那样子 可是甜的 可是咸的会煮栗子吗 可是嘉宾在讲到番茄这件事 你让我想到 我在很多年前采访到一个意大利的主厨 这个主厨非常有名哦 他在日本开了好几家这种披萨的连锁店 在台湾其实短暂出现了 是 是在维峰 维峰房子那家 我知道 古欧摩师傅 他其实非常有名 很棒的大师 我那天呢就我采访了他 采访他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来到台湾 他最不满意的是番茄 季节不对 不是 嘉宾你去 他说意大利的番茄是长毛的 你有看过长毛的番茄吗 他是长比较大颗的那种的吗 因为那天我就记得很清楚 他说因为意大利没有那么湿 所以呢番茄为了要 获取空气中的水分 所以意大利的番茄是油毛 可是听众朋友 我去意大利很多次 在菜市场我也没有看到长毛的番茄 我也没有 长毛是奇异寡 他认错了 没有我想他 可是的确的 可是他是可以挑到 风味接近 他是拿破裏 其实我每次在讲说 那个师傅他做什么 他就是很拿破裏 他就是拿破裏人 所以他们对番茄的看法 就是很拿破裏 风味还是挑得到 可是是要对的季节 对的产区 在台湾 所以我就印象中 我就很深刻 所以他就讲说 意大利番茄的风味 跟台湾的番茄 风味不一样 台湾番茄 他说他的意思好像是 因为台湾的环境太好了吧 意思是这样子 像西西里的番茄 我会强调他风味很棒 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个火山岩的地方 他要抓那个养分 他必须很用力 那有毛吗 我记得西西里倒的番茄 没有毛 因为我去过西西里倒 所以你到世界各地的旅游 就是去找有毛的番茄 因为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对不对 他是讲枝干 会有小小的绒毛吧 是不是 枝干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 因为枝干有绒毛 一定有毛 好不管 那所以呢 等于是我们在讨论 就我们其实在面对很多这种 你所不熟悉 可是你在台湾吃过看过的 这些异国料理 老实想 大家都是一知半解 对不对 逻辑会不同 我们有既定的 我们对番茄的强度的看法 他们有对 他们觉得番茄该怎么表现 这个会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只有看食谱书 就看了就那么重了 其实你没有当地去吃 你会做不出的感觉 可是当然你也可以做出 客人们喜欢的味道 因为客人跟你一样的经验值 可是 如果你真的要带出 意大利那边味道化 当地走一趟 然后 当然你也要喜欢那道料理 你才会做得出来 因为老实讲 我自己在跑新闻已经跑那么久了 大概跑超过30年的新闻了 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当我面对不一样的师傅 我都要问一样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好烦 你这个都已经知道答案了 还在这边装傻装不知道 我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因为100个师傅 会给我101个答案 即使我们在讲番茄 白酒 蛤蜊面 可能也有在别的省份 我在讲的时候 我就是在拿破里的 我学的那一家店看到的 我在其他拿破里的 他们也都这么做 那有可能 北边一点点 他不会这么做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挑战王嘉平的 因为那天呢 拍了这段影片 大家都在看 大概有2万多人吧 很多人看 因为其实因为我这边 在我的FB上面 上传的资讯量很多 他很容易被覆盖过去 表示大家对于蛤蜊面 没有加白酒的这个议题很感兴趣 可是关键是在于 我又问了其他的意大利的主厨 意大利主厨告诉我 有啊有加白酒啊 会有人加 会有人加 可是没有太大意义 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等于是我今天要来给王嘉平 甚至佩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哪一家的 不是哪一家 我等下讲给你听 ok 因为你前阵子访问阿曼呢 不是 我请Alan帮我问 okok 第二段5分钟 好来 3 2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JPIN王嘉平 全台湾最会做意大利料理的男人 来到这里了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不能这么说了 不是我是要修正这句话 我觉得那个 给这个给封号的是 韩良露 梁露姐啦 我觉得梁露姐 我觉得梁露姐应该是要讲说 全台湾最会做意大利料理的台湾男人 这个你认同对不对 没有啦 开料理 开意大利餐厅人多得很 台湾男人哦 不是意大利人哦 台湾还是很多很棒的师傅 好啦 不跟大家玩了 因为呢 王嘉平呢 走到意大利 很多地方 等于是 自己已经是很厉害的主厨了 可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是一边走 一边学 一边看 有时候每个地方 还会推翻前一个地方的逻辑 对啊 那所以等于是料理 我自己会觉得料理没有绝对了 因为每一个师傅 也会在里面天心加酒 对吧 旧的拉掉 把新的放进去 我们今天就来聊 就是对于这些异国料理 你所认识的异国料理 真的长成这样子吗 第一个就来聊白酒蛤蜊面 因为呢 拍了一段影片之后 我自己也很得意 对不对 好吃吗 重点好不好吃 很好吃啊 所以我先说 今天回去看的影片 大家照着做 你今天觉得说 不好吃 那再说 你觉得可能 加了白酒才好吃 OK 那你就照着做 我觉得白酒蛤蜊面 给我的印象 就是蒜味很重 然后有一个白酒的 酸味 对 酸味 还是什么 就比如说 它不会有很多这种 就不会超乎你的想象 对于番茄的用量 也不会 可是那天我对于白酒 我们其实要更正这道菜了 这道菜应该叫做 综合贝类面 对 我觉得除了蛤蜊之外 放了其他的这些 蛤蜊 它的这个面的效果很好 而且它乳化完了之后 吸附在面上面的感觉 好棒哦 那边 印象中我不是吃一个传统中的白酒蛤蜊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该这样子 其实我也为了这个面 而开台北台中的K2小蝸牛 因为我在那边学 我觉得这东西太好吃 太简单了 这个面其实是K2小蝸牛的一个起源点 起源点就是这个面 就是这款面 可是现在这款面在K2小蝸牛 K2小蝸牛已经熟了 近不见了 可是台北吃得到吗 台北我们今年的季节 只要有法国蛋餐 我们会出这个面 然后因为海瓜籽的稳定度不够 有些的那个鲜度跟风味 那只用蛤蜊味道太薄弱 而且那天呢 嘉评还教了大家 在影片里面还教了大家 面对不同的贝类要怎么处理 就是贝类的基本法 对不对 好了我们先跳过 因为听众朋友如果要全知道 这个综合贝类面的话 直接上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 加的脸书粉丝专业 或者是用YouTube去搜寻 王瑞瑶王嘉评 去搜寻关键字 大家要懂得用关键字搜寻 你要看的影片 可是因为我有讲 因为我自己还是蛮心疑惑了 我想既然蛤蜊没有加白酒 为什么大家都卖这个面 所以呢我就去问奥利塔的这个品牌大人 然后呢因为透过Alan问 我可以问到意大利人 也可以问到日本人 因为呢Alan所接触到的米其林师傅 还是这些名厨 不光是在台湾 那所以我得到的答案是 日本人在煮蛤蜊面的时候 会加白酒 日本的意大利主厨 林牧师傅 林牧师傅 然后还有就是意大利的主厨 因为那天99来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对不是Amano 对Amano 之前在那个Esthera by Angie的那个帅气的JoJo JoJo说他们也会放白酒 然后可是他们的理由并不是去腥 让热的传导很快吗 不是他们要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酸味 他要面里有个酸 然后可是林牧师傅很坚持 林牧师傅说加白酒要很懂的技巧 否则的话如果酒没有烧掉的话会有苦味 加多了会有苦味 没烧干净会有酸味 那可是我发现他们其实要的是那个酸 对不对 不是因为不新鲜 我认为番茄在熬煮过的时候 你使用的番茄量 基本上会留下一点点很微妙的酸 而如果你今天白酒是加在番茄之后的话 你的番茄的果肉很快会吸了倒下去的白酒 吸附在果肉里面其实很难再被热拉出来 那如果你的你加白酒 只是要把白酒烧掉剩下一点点酸 我觉得意义不太大 那我问你白酒应该要什么时候加 如果你硬销 我那时候我在学的两家店都说 他是觉得有腥味的才会加 那是什么时候加 那就是海鲜下去的时候 海鲜下去的时候 很快的油温油温很高 油跟着蛤蜊嘛 然后油温很高的时候下白酒 这时候你可以烧得很快 然后这时候烧的白酒 你可以让那个温度 让白酒碰到更多高温的东西 可以很快的烧出来 这个很像我们中餐在做这种 比如说呛绍兴酒啦 对可是 对不对 还是呛花雕 类似像这样的地方 或者是说有上海人炒一些菜 会旁边锅一边 可是你很清楚那些酒的香气是很明显的 它没有醉的感觉 可是它的香味很特殊 可是白酒是一个很 我通常跟我的同事讲 白酒的本身残留下来是没有香气 我跟我同事讲说白酒跟红酒 其实在料理上是完全不同的 红酒是一个材料 你从头发去到最后 它们红酒的本体都是在的 白酒通常是一个介质 它只是一个在帮助加热很快的 当然他们师傅讲的酸 为什么会有 可是对我来说 你我反而觉得挑对的番茄 对的番茄量的话会表现得更好 你的白酒钱就省下来了 对啊 这个其实也是生意人的想法 白酒就省下来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你说烧 你说烧烧心兜一圈 那个是真的有香味 那个香味是很明显的 好来来来 我们焯一个一分钟 而且我要把口波剪进去 好来来来 好来来来 那你要我等一下一分钟念完口波 好来来来 好准备来了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这品王嘉萍 听众朋友现在要去吃王嘉萍的料理 可以去台北市 安和路对不对 安和路的巷子里的solo pasta 台中还有吗 没了 我只回我只回爱中洗衣服 晒衣服而已 所以嘉萍你在台北的时间变多了 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台北 好 那嘉萍以后常常来我们这边聊天 好啦因为呢 我其实很喜欢用一种开放式的方式来讨论东西 就比如说很多东西都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 就好像我刚刚讲 我们已经听到了 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件那些 那你就买了蛤蜊就分两次煮 自己是 对自己试试看 说不定你喜欢说王嘉萍什么胡说八道 我好喜欢那个白酒的酸味 那当然千万不要用甜的白酒 那没有需要 一定要用dry的啦 dry的对 那当然你有剩下的你就试试看 一个这么用一个那么用 不过真的就像王嘉萍讲的一样 我曾经在家里做白酒格力面 舍不得开我那瓶白酒 省了省了省了 我自己炒起来 保师傅也说味道不错 那个面炒起来晒嘉萍 等一下对 这个是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的一种想法 好了嘉萍其实今天准备了好多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 而且呢我记得上次嘉萍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有一个东西讲一半对不对 猪内脏 猪内脏讲一半对不对 猪牛的内脏也有可能 鸡的内脏也有可能 可是我们今天还是按照嘉萍的schedule讲好了 我的话每次我们都跳来跳去 听众朋友已经快要昏倒了 王若瑶老师动不动就下交流道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设定的 就是王嘉萍讲的 就是你对意大利菜到底了不了解 好那当然我还是 我每次讲这个议题的时候都会先给大家先打正一下 因为我在看就好像我觉得你一开始用的白酒盒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个我跟大家陈述的是我看到意大利 那当然大家每个会有自己心目中 他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讲的是呢 我们可能不太晓得的意大利餐厅的料理 跟我们的认定在台湾看到会有一些不同 那当然 通通照着这个意大利人的方式做 不见得是赚钱 像我倒了四五家店 我一定都要先讲这个东西 那也不代表说就照着人家那样做 就是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做就是不好吃的 我们来讲料理很自由自在嘛 可是你一旦一贯上意大利料理的话 那我待会陈述的东西是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意大利那跟台湾 我认为这个在台湾不太一样 我拿出来跟大家讨论 我希望超级美食家的这个节目 是给大家开很多闪窗 给大家开很多窗 听完我的窗不喜欢可以关起来 也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开了很多闪窗之后 你可以透过这个窗子 看到世界很多东西 可是并不是要告诉你说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你一定得这么做 对不对 没有必要这样子做 而且我觉得世界很大 你不要讲说世界 在台湾也是 台湾的北中南东 同样的一道菜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演绎方式 没有所谓的对跟错 只是你要了解 我记得就有人 就有讲说 他怎么花了多少钱 去西班牙 还是去意大利吃米其林餐厅 他居然来给他冷的 没有加热的汤 我希望大家 这是你的问题 这其实不是那家餐厅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要多长见识 对不对 我这样讲 光是汤 意大利来的汤 它就不会是滚烫的 不是汤就是热的 而且不很热 意大利不喝很热的汤 还有冷汤 然后还有 不要看到豆腐两个字 就认为是黄豆做的 没有 你去了日本之后 对 豆腐没有黄豆 没有黄豆这样子的成分 他们也叫豆腐 因为讲的是 看质地 OK 对 所以等于是大家要突破 你的这个框框 好不好 好了家庭呢 今天呢 来给大家 你这个列出来的太多了 我在已经打针了 大家 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当然 没有这么做 都是完全是客人喜不喜欢 都是OK的 不会啦 来 这太恐怖了 好 第一个 我认为意大利餐厅 基本上 我所碰过的 很少会在一开始 面包给你一叠橄榄油跟巴萨醋 站着吃 我认为这是比较少见的 那在意大利 意大利人是怎么样 我先讲巴萨醋这个东西 巴萨醋 就我们所知 就是莫迪娜那个产区的 北区的 北边的 北边的 意大利很大很大哦 那那个地方叫 波罗纳 巴马火腿 帕马森 都是那个地方的 巴萨醋是那个地方产的 然后会按着碟子 上的橄榄油跟巴萨醋 我觉得是从美国过来的 当然 当然我认为 在意大利的 这一个产区 会有人这么做 还算合理 其实我 你看有些说 就好像 我今天我是台中人 我到了台北桥下 吃个米粉汤 我还坚持 带我罐子里面的 东泉辣椒酱 对 我刚才就讲到辣椒酱 我一定要跟你要辣椒酱 而且是红色的辣椒酱 这我觉得就太 我觉得是狭隘的一种 那个什么 嘉平曾经有发生过 这样子的新闻 就等于是有客人 客诉这家餐厅 他说你只有给我橄榄油 那醋呢 我要醋 对 他们已经期待了 这个就是等于是说 他们从他们的第一次的用餐经验 可能这个也是意大利主厨 他们很喜欢那个甜美 酸香的感觉 然后 然后佛卡夏很快的 就把醋沾满满的这样吃 很开胃 一样OK 可是就我所知的话 像我昨天出了一个套餐 刚好我们上礼拜的橄榄油 托斯卡尼橄榄油新来 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烧干的面包 然后刷了大蒜 对 拎了新橄榄油就这样吃 有啊 你那天有做这个面包给我吃 会炖它 会炖它 那时候新油还没到 今天新油 上礼拜新油到 而且那时候王嘉平还弄了新鲜番茄丁 在上面 因为其实光讲意大利面包 就可以讲好多集哦 大家的认 光意大利福卡夏 意大利的披萨就分得很清楚 而且还有就是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怎么一开始我做定 你没有给我面包 然后还有就是橄榄油里面 一定要加巴萨米狗醋 其实是没有哦 而且我记得我去意大利旅游 有很多地方 一开始他是不给面包的 面包好像是 北方会放一些 有的店家 尤其是反而来 意大利会放一些 工厂现成的那个 Glissini面包棒 在收到袋子里面 那个是现成的 工厂出的 那个是 如果是包装装的 他们规定一定要 一定是要工厂 一定要个别卫生包装 就好像去意大利咖啡厅 糖包是一包一包分开包的 意大利 我都认为工厂出来的 是比较low的 不是不是 是为了安全 他们 安全对不对 工厂出的比较low 工厂出的 没有啦 那个那个要达到的境界 他可以做到都80分啦 可是我认为 做的话 有可能可以到90分 当然有可能到60分 可是他们的规定就是 你先放到桌上的东西 就是要 按照他的 要转化跟管 对 然后分包装 等一下 我现在又忽然间 想到这一个问题了 家庭 像这种 意大利的这个长棍面包 就尝尝了这个 要沾油醋吗 不太是 那个很难沾 比如硬邦邦 像这个出千饼 有的会馋了一些 好的火腿猪油 或者是火腿 起司啦之类的 起司比较难馋上去 我们会削很薄 像前一天我们会削 关卡了 意大利的猪夹肉又来了 我们削很薄的薄片 就馋在那个 Glissini的前段 就这样就很香 那其实在西班牙 它们也是有一种特别干的 类似像Glissini那种面包 它们也是配它们的 哈摩吃 也是很标准 就是说这种 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 配着嘎吱嘎吱咬 很干的面包一起吃 然后你会延长 你咀嚼的时间 然后在那个咀嚼 唾液分泌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感受到 享用的时间更长 会很有趣 还有你刚才有一个发音 好迷人哦 哈摩 西班牙的ham 好优雅 可以缠着哈摩吃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哈摩 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是西班牙维的 西班牙维的发音 哈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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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只能讲 我讲第一个 只能讲第一个 因为面包要讨论很多 来 两段每一段都七分 你想讲什么 你就讲 我都应该都会对到 都会对到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这一聘 王嘉平 来到我们 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安和路有他的餐厅 Solo Pasta 听众朋友 听完了之后 流满口水 先含着 冲去餐厅 冲去餐厅 你看 餐厅没推开 嘴巴一开 口水就流下来 奔流不止 好 因为王嘉平 今天要来跟我们聊 就是你所认识 你真的认识意大利料理 然后呢 他会举出 列举一些菜 然后来跟大家讨论 今天要给大家 打破的第一个观念 就是不要期待 进到意大利餐厅 一屁股坐下去 他就给你橄榄油 加上巴茶面构醋 然后让你去沾 Focasia 对不对 尤其更 我认为更 更不妙的是 用拖鞋面包沾 因为拖鞋面包是一个 它本身是一个 含水量很高的面包 我们先把这两个面包 讲清楚 拖鞋面包不是Focasia 不是 拖鞋面包是一种 含水量很高的 拖鞋面包叫做 Ciapada Ciapada 一个叫Ciapada 一个叫Focasia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Focasia是一个统称 就好像我们在讲 煎包 在台湾 在中国有各种可能的 煎包的状况 那Focasia是一个统称 那Ciapada是一个 既定的面包 它大概含水量 会到八十以上 就等于说一百公克的面粉 它会透过不同的制成的手法 让它含水放到八十公克 Ciapada 比较素 对不对 Ciapada 通常 我觉得 理论上是素的 对不对 它甚至其实一般人 也不会放橄榄油进去 都是像我觉得Ciapada 我觉得Ciapada 比较像是法国的长棍 对不对 可它的年纪很短 它的年龄相当短 因为它这种 它也没有油 吃面粉的原味香味 可是Ciapada的特色就是含水量 相对它就是很棒的 sponge 它很会吸 对你想像那个做的很棒的Ciapada 酱油很好吃 对不对 沾干来有相当的棒 沾了醋 它就会吸的很快 就等于你 因为是水嘛 一个是油 一个是水 所以可能就期待你 期待吃一个烤敷的话 那没问题 我自己其实是在面对Fucassia的时候 我觉得Fucassia 并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了 因为Fucassia的本身 通常做到很好的Fucassia 上面都有一点番茄 有一点香料 然后有一点盐巴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讲Fucassia 通常会统称 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意大利 会讲一个地方叫Liguria Liguria Liguria 就是我们在去大利玩五香地 在意大利的西北方 意大利西北 西北方 把位置mark出来 对 那个地方的Liguria 的Fucassia 他们古话叫Fucassia 那是一般人们认知的 意大利Fucassia 它做的很简单 没有什么老面 相当多的橄榄 那个地方产的橄榄油 风味比较legit 就比较淡 很多的橄榄油 大概会烤这么厚薄薄 搓了很多洞 上面会有粗盐 新鲜迷迭香 对就搓很多洞 有油 不会很厚 他们那边的Fucassia 大概这么厚而已 在台湾比较厚 那就可能就是 比较受日本的影响 当然也有意大利 有其他地方是厚一点的 可是在我们统称 其实是做法最快 最简单的Fucassia 那个Fucassia 是来自于Liguria 那个地方的 可是所以吃Fucassia 有必要再沾油醋吗 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 可是当然油醋多了一个酸的风味 那我觉得Fucassia 来沾的话 还可以了 那当然我认为就是 你就好像你来了 我就讲的那个理论 你到了台北 应该不见得 你期待人家 要一个东泉辣椒酱给你 意大利人真是小鼻子小眼睛 每个地方他都分很清楚 小鼻子小 我要讲意大利有几省 二十省对不对 二十区对 二十个大区 二十个大区 然后呢 每一个大区都很大 所以呢 等于是地方的特质 也是一样 大家都很坚守 坚守他的传统 尾度拉得很高很远 所以 那个气候又隔得很多 气候差异很大 而且我觉得大家 如果知道意大利的 这个国度的话 就会知道 为什么有人爱 在讨论面 有人在讨论米 对不对 他其实跟他的种植有关 不光是披萨 你看那个地方 拿破里小鼻子小眼睛 拿破里小眼睛 我每次跟他讲说 你要台湾要吃很道地的 意大利菜 嗯 去找拿破里披萨 我们台湾拿破里披萨 做的真好 比拿破里人做的还好 那就是说 均值度很好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小鼻子小眼睛 他们把所有的规矩 很自傲于自己家乡的 这个东西 标准定的很原科 你刚刚提的那个师傅 他们也是执行 就是 AVPN的协会嘛 VPN的协会 嗯 然后当然有另外一个协会 AVPN 他们都 结党结派 结党成群 大家都是 那个热情是相当感动的 所以你在台湾吃到 我讲拿破里披萨 不是指 罗马 那个我不能挂保证 可是拿破里披萨 基本上他敢挂一个 AVPN VPN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跟就是在意大利 拿破里的话 都是前二三十名 就是百分之前二十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是因为有一段时间 台湾其实 其实到现在都有了 大家都想要去拿 拿破里披萨的认真 而且很认真 家瓶 而且规矩蛮多的 你有拿过对不对 对对对 有有有有有有 就等于是为了要服务它的规矩 你必须要做炉子 非常道地的 你的面皮怎么打 怎么发酵都是这样 这几年会有一些新的技术 可是就是很很死 你一定的那两个口味就是 就是要做标准 你说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玛丽娜 一个是玛格丽特 一个是水手 对不对 对对对 水手 一个是水手 一个是玛格丽特 水手也是 这两个都是材料很简单 可是非常好吃个披萨 对不对 好所以第一个跟大家讨论的就是 意大利的面包 不一定在上面包的时候 会给你橄榄油和醋 对对不对 而且是巴萨米狗醋 它很区域性 嗯嗯 可是我要问一下家庭 橄榄油是一定有的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看店家怎么设定 他觉得今天橄榄油很棒很香 或者说他给你个面包 他是要加料的 像托斯卡尼的 有点番茄有点橄榄油 他会先帮你加上去 不过就是完全看店家的设定 或是他就烤了一个佛卡下 里面就已经很多油了 很OK咯 就不需要了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橄榄油这件事了 就比如说大家吃的懂吃不懂 面包沾橄榄油到底是在吃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面对 比如说店家提供你面包跟好的橄榄油 你到底要怎么吃才吃得出来 这橄榄油是好是坏 有没有enjoy在里面 哇这个我觉得是很专的问题 而且这是很个性化 因为你看就有跟我讲你的心油来了 在我们在期待什么呢 我只能用状态去形容 我只能说 你怎么样去吃橄榄油 当然就是贫贱归贫贱 可是你要想用新橄榄油的话 最好的我认为是 Tosca Ni Feituta的吃法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那它需要热度把油香带出来 不是下去炒它 那Tosca Ni Feituta就是一个干面包 甚至一两天有点干 在炭火上烧热热的 拿过来用大蒜切锅刷 刷在那个干干的皮上 撒一点盐 因为托斯卡里面包没有盐 这时候趁热 淋上去 然后那个热度把油香带出来 其实你可以想象 这有点像是猪油拌饭 意大利人的猪油拌饭 你的饭有点热 淋上了猪油 猪油很简单 猪油可能就是油葱 一点点的油葱 把猪油味道带 这个热度咸度 跟着淀粉 跟着油脂 所以根本不怕油多 对不对 还是要怕 还是要怕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份广告再回来 所以其实 猪油强劲的时候 要的是一个清新的 粗榨感 会特别讲调 猪油是托斯卡里 粗榨感 什么感 粗榨 一定粗榨 我完全不会讨论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讲说 我讲的粗榨是状态 就比如说它是有一种 青草味道 然后通常在托斯卡里 一带的甘热 特别辣 你可以这么说 来来来来来 和托斯卡里 只剩最后 我问你第二个你要讲什么 我都可以跳着讲 不是 披萨 我其实可以继续讲 因为 可是问题是我们只剩一段 只有六分钟 你讲不完 你就爱讲 所以我们应该 你可以回到拿破里批萨 因为拿破里批萨 我有一个点可以跟大家讲 很有趣 我们先回到拿破里批萨 按批萨之后再来讲 因为批萨不止拿破里 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JP王嘉平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跟大家聊 你所认识 跟你所不知道的意大利菜 王嘉平跟徐仲 有开那个podcast 我的那一集 徐仲说实话 徐仲说实话 我的那一集播了吗 还没还没还没 徐仲就录了一大堆 排到2024年了 2024年 所以听到没有 要听到 我跟宝之父聊 听到2024年 应该年底就会 一两个礼拜就会 我们不开玩笑了 因为他们的那个人员很好 大家都吵着要去录podcast 会附意大利面 还要附意大利面 还要附刚刚 刚刚哦 王嘉平所教做的 这是什么面包的吃法 托斯卡尼 非顿打 非顿打的吃法 是到意大利料理最极简的 刚刚提示说 聊到心油已经到了 就是托斯卡尼的心油已经到了 可是心油到底我要感受 它的什么东西 Oleonuovo 我认为会讲这个东西 可能也是商业操作了 是托斯卡尼 我认为托斯卡尼的 在做这一项的品项 做得特别的用力 Oleonuovo 就是心油 那心油 特别强调 它是要稍微早摘一点点的 早摘一点 那它的橄榄多分含量很高 比较深啊 比较深 对 这个橄榄多分 比较硬的橄榄 其实在压 它其实 油很少 对 说的没错 就好像我都会用 芒果来使用 你要把 苏鸭菜榨成汁 跟熟芒果榨成汁 那个汁是差很多的 天啊 这两个汁喝起来也差很多吧 没错 所以它们的Oleonuovo 它们当然强调很多疗效 对皮肤 女生卸妆 那可是它的香气 是真的很不一样 很棒 很特别 可是我们让 嘉评来跟大家形容 这应该是 2021年 托斯卡尼的心油 感觉 感官 每个产区不太一样 而且每个农庄 它所混的油 它混的是不是 橄榄多分含量 特别高的橄榄 都不太一样 可是他们会强调 是橄榄多分 特别高的橄榄 只要是早摘 橄榄多分会比较高 会高一些 那有一些品种会特别的高 我记得去年 你有给我试过 去年还是前年 我有试过一只 会咳嗽吧 你当然很快的话 他们说那叫pepper 就是很胡椒感的 那这些心油 如果拿来 我刚刚讲的 肥肚子是单纯了一点点 可是他们在做菜 托斯卡尼喜欢吃豆子 有些豆子的料理 蔬菜的料理 加了心油很棒 一块煎牛排 加盐 跟加那个 很pepper的 那个橄榄油 很好吃 牛排本身 就很好吃了 煎胡椒就很合啦 不是吗 你就不要下胡椒 通常我在做这种心油的菜 我自己本身不会再加胡椒 就让那个橄榄油 就表现 这个很有个性的 刺鼻的味道 那带了很多 青草的味道 很棒 好棒哦 这样子的感觉 大家会用了吗 不是说心油拿来了之后 也是一样 你知道按照 过去标准的方式使用 就是你要体验它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 其实在提到了 拿破里披萨 对啊 嘉评 对啊 嘉评说 我很推崇台湾 在执行拿破里披萨的 职人们 我觉得是做的 我认为是 很棒的 好吃哦 可是我们要来讲一下 拿破里披萨 我们会有些 我会有时候看到人家评论 对对对 我就在讲这件事 你在说什么 我看到有人在评论 拿破里披萨店的时候 讲说 他的这个披萨 一点也不酥脆 这是我要说的 我不懂为什么 酥脆会跟拿破里披萨 放在一起呢 你又不是在吃 那个 他们面团没有含油啊 他们面团不含油啊 你又不是在吃 玉米脆饼 好奇怪哦 那这个可能会 他会有既定的 比如说小时候 或者说叫外卖的 或是什么的披萨 拿破里披萨 基本上他 有些人会讲 他的面团就是不含油 那他是高温 450度 475高 如果是含了油 如果含了油 早就焦了 对 那这个东西呢 披萨来有人又说 他举起来会存下去 对 就是会存下去 他如果用了好的 就是会存下去 而且大家就讲说 为什么这个拿破里披萨 我听到几个 很奇怪的评论了 而且这些评论甚至还直接上到店家的官网 就直接批判店家 第一个就是讲说你们家的拿破里披萨不酥脆 这个就 这个就没办法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们家的拿破里披萨太湿 对 料太湿 然后呢 他就就跟嘉评讲的一样 我其实我这个披萨切了 我没办法拿起来 我没办法拿起来 是 对 料会掉在 掉在盘子里 其实 所以不合格 今天客人们吃到这个披萨 你应该高兴 因为店家给你蛮好的 马兹拉的话 其实他会有两种 有新鲜的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嘛 一颗很贵 空运的 一颗很贵 让他快泡在水里 如果今天店家是 他所有的风味都是来自于这些乳水 那拿破里披萨制作 他当天把那些起司先掰开 让他水稍微滴一下 然后再放到炉子 90秒 他还是饱含他的一些乳水 他的风味就是在那些 brining的水里面的 那如果他是用 给你妈妈一样去超市买 冷冻的披萨丝 一丝一丝的干干的 他可以蛮挺的 可是那个价位跟风味 差很多的东西 还有就是拿破里披萨 我有看过 有人点了拿破里披萨 可是把旁边的后边 留在盘子里 就是他只是中间薄的 有料的 然后旁边就说 你这旁边这个面皮好厚 好难吃 不及格 我简直快要昏掉了 这个我不强求了 对啊 不是说不强求 就是你点这个食物 你要很清楚知道 这个食物 它的特质是什么 所以 我好爱拿破里旁边这个边 好像山东人在吃那种 有嚼劲的品样 而且他们拿破里 的那个来评选 你能不能进入这个协会 他就是直接压你的边 第一个就先看压你的边 你压了边会不会回弹 除了报文之外 还有弹性 对不对 报文也是一个 曲题的方式 就是我们在讲报文 可是又不是完全的报文 是 没有错 好了 我们的时间到了 谢谢佳萍 不客气 今天真的是深入的讨论 所以听众朋友 一定要知道 吃美食长知识 谢谢佳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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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